欢迎回来国会院长总算今天正式选举出炉 现在副院长还在等着5点钟开票的过程当中 第二轮投票 不过在这个选举过程除了国民党当然很怕 怕跑票 民党会怎么样 不知道大家都很担心 但是在绿白的部分 有一个人是真的一直很尴尬 游席坤 游席坤要去跟民党党谈 民党内部一线不一样 老师感觉他一个人孤军奋战 很辛苦 所以绿白接下来还有可能合作吗 其实在一些分析里面告诉大家说 谈的过程当中 民党一度就是要把游席坤放掉了 只要换蔡奇昌等等 显然最后都没有成功 而韩国瑜当选之后 游席坤立刻也宣布 他就辞掉立委 让后面的后起之秀 立委不分区可以往上逮捕 这个逮捕 可见民对民众党的态度很强硬 让王世坚不认同 他觉得游席坤很委屈 被羞辱 他还批评柯总招 虽然是总司令 但怎么说大家都跟着他 党团并没有要授权给他讲 这么不客气的话 就是让游席坤走出去 跟别人谈话的时候 都还有背后被插刀的 那样的氛围 是真的 他算是个老好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真的蛮委屈的 你看看 陈廷飞接下来就要选 台南市长 林又昌选 台北市长妈林佳龙当隔魁妈 讲了 既然游席坤 郑国会一席院长没了 那是不是接下来 换郑国会的林佳龙 接行政院长 接隔魁妈 这个是牵涉到赖清德 在党内的派系平衡的问题 当然不知道 王毅川今天媒体访问他了 他还说 哎呀就算递捕 也不是递捕我吗 递捕了一位医师 可是只要其中有一个人 包括庄瑞雄 传出来去当官的话 他就也递捕上来了 就成为新科立委 立委选输了之后 游席坤一宣布 有一个人立刻发文 这是谁 周玉寇 他就发文说 立法院长落选 游席坤辞职 令人敬重 之前是怎么羞辱他的 那时候在当面给他的这种 批评 让游席坤 我看他这个人 其实蛮少逗怒的 都已经显然是蛮愤怒的 跟他在对杠 讹了好久 所以接下来他的位置是什么 不会就这样死掉就没了吧 是还有可能行政院长吗 甚至监察院长吗 因为是亮哥分析的 他认为就算他离开了这个位置 未来仍然有部长级的职务 赖清德会帮他安排 而王毅川 520一道 必然在庄瑞雄宣布入阁之后 就会进入立法院 果然是全党挺一人 百分之百会入阁吗 这是亮哥的预测 王毅川说一定有信心进国会 当学生的时候是冲进去这个门 现在要直接从大门走进去 王毅川经理法院只剩下一步之遥 第一个障碍有习惯已经先离开了 接下来下一步 至于韩国瑜 当然就是从大选 这次总统大选的时候 一直被民党攻击 拿来变成一个剑靶的目标 现在到国会还是一样 今天一早进到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而朱立伦目前当然相对低调一些一些 不管是蒋万安现任的首长 也在回防 相对被说难打 选前韩国一直就是目标 到了立法院必然也是如此 一定被民进党每天拿话题来打 他也是成为流量的来源之一 打他也有流量 所以民进党党韩国 用各种广告文宣 或者是什么韩昌配恶搞的梗图 等等的 现在在当上的运长之后 就有一个所谓要中立性的 这样的不会一掌角色的时候 国民党的新战力 哎呀怎么抗衡 大家期待的 包括第一次当立委的 有谢龙介 龙介仙 许巧心 罗志强 这些人包括原本的王鸿威 他们过去标哥 护王金平这样的画面 国民党会怎么出现呢 经典画面回忆一下 邱逸迎踹门 这样的经典 陈其脉泼水 陈明文丢香蕉 王美会捡租场 抓租场 隔空抓场 这些画面 未来的立法院 必然是很热闹的 完全不用担心 彪哥 彪哥的儿子言宽 很在立法院 表示弟子夫妻老 这一次还有廖先 想廖我也想 两个娘都差不多 都是年轻的 还有小楼 楼廷 还有黄健豪 还有小牛 对不对 还有刘许婷 刘许婷比较斯文一点 我讲这些台中 这几个我认识的 他们一定又年轻 一定会守住主席台 没有问题 第二个 当上立法院长 你还想怎么攻击他 能够立法院长 他也不会咨询 他也不会干嘛 他就是国会的大家长 所以基本上 想要攻击韩国瑜 然后也等同攻击国民党 这个算盘 其实打错了 就会是国安问题 怎么国安问题 没有办法 讲到那个 这个我们后续再看 因为我知道看到 民进党立委讲说 因为国会议长 是负责国会外交 是 那我就先跟大家预告 今天是2月1号 明年这个时候 明年这个时候 美国的总统就职典礼 应该就我们立法院院长 带团去美国的国文山庄 去那边 就是现场去管理 就是韩国瑜院长 对不对 这个就是没有问题 但你有民进党立委担心说 韩国瑜院长会不会 去大陆访问 以前是立法院长是不会去大陆 他会去其他国家 这个我们后续再谈 第二个 在立法院当中 现在目前立法院的院长 以前王金平 后来苏家全 然后游锡坤 其实立法院的院长 有点像是 如果你有看灌篮高手的话 昨天又来 安息教练 对 他不会下去打球的 他就是在那边的存在 然后大家就冲了 谁冲 谢龙介 许晓星冲 难道还是对不对 韩国瑜自己跳下来 不会 所以这个大家就不用想太多 第二个 大家在讲今天的那个 就是投票节 我刚前都在讲 尔虞我炸很多的版本 但我 因为昨天以前 我也有上节目 有写文章 从后到来我都认为 国民党54名将51 这个票数会 每一轮开出来都一样 理由很简单 如果是游锡坤自己想选 那不一定 可是我很清楚知道 是赖清德总统当选 拜托游锡坤再选 协调完了 所以就是 他请他再继续留下来的 所以他基本上 他没有很恋战这个位置 所以既然没有办法当院长 赖清德是拜托游锡坤 来继续当院长 那现在没有当上院长 那我还在干嘛 马上就说明天开始迟 第二个 也因为是赖清德 拜托游锡坤当院长的 赖清德既是主席 又是总统当选 还是先任副总统 谁敢韩寇说 我不挺游锡坤 所以你看51票 通通开出来 就这么简单 再来 也因为游锡坤 今天没有当选 理法院的院长 观众朋友 中华民国的立法院 未来四年的院长 叫韩国瑜 不是游锡坤 政国会不会当 立法院的院长 所以政国会也就不会 立法院已经有政国会院长了 行政院不能有政国会院长 我觉得林佳龙当院长的几率 反而提高 那林佳龙当院长 我是觉得 因为未来还有 这个四年的时间 我觉得他应该会当院长 他不一定是第一位 因为第一位其实会很消耗 因为国会散当都不过半 那再后续看看 那王毅川的话 因为除了王毅川之外 后面还有个陈俊翰 那现在目前的人数 除了游锡坤离开之外 还有沈柏阳 还有沈发会 还有这个庄瑞雄 只要其中的一位离开 就会是王毅川 两位离开 连陈俊翰 先前那个上新闻的那一位博士 他都给上来 好 那刚刚有个最新消息 这个新闻是背后幕后分析 当然精准度如何 我不知道 但的确有这样的报道 是说 賴清德早就跟游锡坤协调好 不只是拜托他留下来当院长而已 还协调好 说如果他没有当选的话 就是要让后面的人 直接递捕 只是他背负了一个骂名 让他过程当中一直被虚辱 他没办法讲出来 比如说先讲先输 没办法讲 他背了这个委屈 这时候总算可以一吐为快 一个分析是这样分析 是老师看看 可能也不是我们表面上看起来 那样的所谓的 赛干净讲的那样的羞辱 他如果下台 如果他真的游锡坤 没有安排的时候 因为他就住在我们家旁边 以后在房闻市场 会碰到游夫人 会比照时常碰到游夫人 不过我不认为 我听说最近陈局相当焦虑的 真的 怕警察院长被他抢走 我知道 我只是说 听说他相当的焦虑 请跑立法院 OK 所以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这样的安排 第二个就是说 有关于这个行政院长的部分 我们讲说林嘉隆 照说林嘉隆的能力 绝对没有什么问题 OK 当然他有他的智库 等等这些东西 但是问题 他如果上去了以后 他会超越陈其迈 他们接班的梯队 因为他没有当过副院长 一下子就跳到院长那边去 然后如果站在新潮流来讲的话 他应该会找自己的人 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如果真的要派系平衡的话 我认为郑立军会比较好一点 听起来好像还是郑立军 比较有机会 郑立军会有点像是民事派的林权 你版的林权 所以应该是可以 然后我稍微讲一下说 未来的其实我们说 嘲笑野大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们至少还可以制衡 你主动要推那些法案 大概有困难 我必须要讲 不过实质内容很重要 我只在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上次是 这个嘲笑野大的时候 然后通过了这个客家基本法 然后大家都好高兴 其实很多重要东西拿掉了 虽然蛮糗的 所以实质的内容不是做我们比赛的 好 因为接下来当然我们又来问 对国会的影响会是什么 对民进党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待会下一节可以来讨论 包括了法案 包括NCC委员等等 有很多的议题可以打 但是对民进党来讲 刚刚谈了民众党谈了国民党 民进党来讲 就是另外一个布局的开始 当然因为现在等于说 立法院长的这边 政国会没有人了 所以行政院那边政国会 当然就可能会要到比较好的位置 有理由 因为派系平衡的状态下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当然政国会还有很多人 想选地方的县市长这些东西 那就看他们未来如何去发展 只是我个人是认为说 假设这真的是 赖兴德跟民进党安排好的 为什么要去羞辱游席坤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我看的时候觉得他好可怜 对 有必要演成这样吗 而且这样子的话游席坤 为什么在COL姐的节目上 还要死咬着不放 他就他何必去讲以而成而 他就直接说如果选不上 我就下台没有关系 就是这样我就是离开 他就可以直接这样讲 为什么不讲 所以我也觉得蛮奇怪 其实他在选前做出这样的宣誓 不是更能巩固全党的事情 会更有利吗 还是大家等他后面要递捕 赶快选不上 而且我说真的 本来大家都认为 就是王毅川要补上 民进党根本不是问题 你知不知道民进党有一届 补到24个人上去 郭靖哥 郭正亮 当年21个 等一下第21 21都不上了 因为他们选到18席 那次特别多 对 后来一路 后面还补上好几个 您蒋结安 前一阵子出问题 那个蒋结安都补上去 所以我觉得 王毅川16名要补上去 透懂 陈俊翰也不是问题 一定都补得上去 因为以他们这次性格 尤其赖兴德一定会把过去 这些他不信任 或是他觉得不适合的 都拿掉 赖兴德能用的人不多 所以我觉得他会从立委头挑人 是蛮可能的 所以要补是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说 补上来的这些人 有没有站立 因为我对这一届 国民党的站立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信心 因为国民党 你要知道国民党很难得 是立院平均最年轻 很少见的一个现象 过去国民党相对都比较老 那这些年轻人也有一定的战力 而且很多都人高马大 那更重要的就是 保护韩国瑜 你有没有搞错 你们应该派别人去保护 小心被韩国瑜打 有没有去这次了吗 韩国瑜当年在立法院 是已揍了阿扁出名的 现在新经年很多 没有 他当然不会去打人 我是开玩笑 但是我跟你讲 他真的不太需要人家保护 你这小心 他会做什么数据 这确实不太需要保护 对 我是觉得未来说会演变到 这种拳脚相向 我是认为也不太容易 反而会不会后来 未来协调的可能性空间更大 看起来是这样的氛围 因为你要知道 台湾其实很久没有出现这样 三党不过半 而且出现这样 微妙的差距的情况下 而且以前就算三党不过半 通常有一党是非常明显 偏向另外一党 现在刚好就是三方不同的势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会用打 而是用协商用谈的比较多 这个恐怕是台湾立法院有史以来 这种相互折冲最厉害 然后协商变得极端重要的一届会期 我觉得这个是很精彩的 然后我刚去查了一下 其实虽然柯建民是最资深的立委 现存最资深的立委 现存 对 可是韩国瑜其实跟他同届 韩国瑜也是那届第二届立委 他们两个其实是同班同学 也是有交情过 对 只是重新再回来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 真的有这么不合吗 大家不要忘记 韩国瑜当初选高雄市长的时候 他跟陈琴帕 为什么两个从头到尾口不出二言 因为他们两个私底下 其实交情是不错 所以你不要看说韩国瑜 现在民进党那一堆人在骂他 或怎么样 我觉得未来的氛围未必会是如此 而且说真的 我们跑记者这么多年 我常常我二十几年前就见过 台上电视上演的双方拳打脚踢 好像怎么样了 私底下一起去喝花酒的一堆 是 我讲真爱话 所以真的大家不用用台面上的表现 去揣度他们到底会有什么发展 我认为这届的国会 真的是还蛮趣味的 只是呢